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缺少了农眉之后 原本被一致公认战绩可能会就此沦陷的胡人 他们不仅没有跌至谷底 反而在农眉缺席的这段时间 胡人打出了五成左右的胜率 对比胡人本赛季截至目前50%都不到的胜率 反而在农眉缺席时 胡人的战绩更好 当然了 农眉对胡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 托马斯布莱恩特也确实在浓眉缺席的这段时间 扛起了胡人的内线大旗 尽管他在防守护框方面远算不上优秀 但说实话 托布确实打出了超过底薪的表现 托布在这段时间的发挥 让胡人的内线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但很明显 这远远不够 特别是当托布下场休息的时候 胡人只能让一些封线去顶到中锋的位置 加布里埃尔已经是最高的球员了 其他的像詹姆斯 安德森之类的 封线球员站在内线 这和中锋站在里面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同时 考虑到胡人主帅哈姆有过表态 称农眉回归之后 他会继续考虑让托布先发 农眉回归四号位 如此一来 胡人需要另一名可以在托布下场之后 顶在中锋位置上的球员 此前 胡人已经视讯了自由球员科迪泽勒 随后 根据NBA记者沙姆斯的报道 自由球员麦耶斯伦纳德将为胡人视讯 根据NBA记者函恩斯的报道 本周五 自由球员德马库斯考辛斯将为胡人视讯 相信球迷们都发现了 不管这些视讯胡人的球员 最终是否能够获得一份来自胡人的合同 至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在NBA注册的位置都是中锋 除了胡人管理层开始搞明白 他们需要一些尺寸足够的球员之外 另外 在胡人寻找一名替补中锋的情况下 胡人队内的达米安琼斯成了最尴尬的那个人 在过去的休赛期 除了朗尼沃克之外 胡人签下的其余自由球员全部都是底薪 与此同时 包括沃克在内 这些球员 他们得到的都是一年合同 不少球迷吐槽胡人签下的都是雇佣兵 然而 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那就是琼斯 后者和胡人签下了一份两年488万美元的合同 他是唯一名和胡人签下两年合同的自由球员 要知道 就连托布都是一年合约签下琼斯之后 在不少媒体人看来 琼斯是胡人首发中锋的绝佳人选 他的防守和护矿能力比托布更能为胡人定下比赛基调 赛季初 琼斯确实获得了一些机会 他甚至有过一场首发出战超过20分钟的精力 然而 那段时间 琼斯没能抓住机会 他的表现和胡人的预期相去甚远 作为一名防守型的中锋 琼斯在接到詹姆斯和威少的传球之后 他在篮下的终结效率非常低 投篮命中率甚至不足50% 加上防守端他的效果也不够出色 胡人遭遇了开局二胜十负之后 琼斯和娜恩率先成了跌出胡人轮换阵容的球员 在之后的这段时间 娜恩倒是多多少少有过出场的机会 并且他也有过一些亮眼的表现 而琼斯则是完全成了饮水机看管员 要么就是板灯坐穿 要么就是垃圾时间上来跑几个来回 加上脚上的伤病问题 琼斯彻底成了胡人的边缘人物 说句难听点的 本赛季胡人不管打成什么样 基本都和琼斯没任何关系 27岁的他 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 都对胡人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本赛季截至目前 琼斯一共只为胡人出战了19场比赛 在赛程过半的情况下 琼斯的出勤率连50%都不到 并不是因为他伤病很多 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表现很糟糕 显然 胡人已经不信任琼斯了 他在本赛季甚至都没有说 有一场能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篮下吃饼效率低下 防守也打不出足够的说服力 护矿确实能力比脱步更强 但他每次在篮下和对手对抗的时候 又总是容易犯规 如今 佩林卡四处物色其他的底薪中锋 泽勒 考新斯 甚至是之前被NBA封杀的 麦耶斯伦纳德 说实话 不管胡人最终是否会牵下一名中锋 或者说 这些球员会不会在胡人打出不错的表现 琼斯在胡人的未来基本都悬了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 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东部前四同时出战 篮网对阵凯尔特人 76人对阵雷霆 熊鹿对阵公牛 然而比赛的结果令人意外 只有凯尔特人赢球 篮网76人和熊鹿全败 76人输球 防守端做得很糟糕 进攻端除了哈登在努力串联全队 其他人基本各自为战 篮网和凯尔特人坚持了三节比赛 第四节篮网崩盘 关键时刻篮网太缺少能得分的球员 今天的比赛过后 凯尔特人意气绝尘 作为上赛季的东部冠军 本赛季他们展现了可怕的竞争力 76人114比133 惨败雷霆 76人在第二节被雷霆打出高潮 哈登加马克西的组合后场确实有点挣扎 哈登自己也在不断失误 雷霆拉开分差过程中 劳里福斯不叫暂停 第三节后半段 哈登下场休息后 雷霆打出14-0的高潮 将分差扩大到19分 劳里福斯赶紧换上哈登 哈登在闲阶段带队追到个位数 但雷霆依靠亚历山大加基迪加多特的罚球 锁定胜局 比赛最后两分钟进入垃圾事件 76人这边 哈登24分6篮板15助攻75 恩比德30分10篮板 马克西17分6助攻 雷霆这边 亚历山大37分8篮板6助攻 基迪20分8助攻 数据统计显示 最近四场比赛 哈登场均19.3分9篮板13助攻 但76人只有二胜二负 此外 哈登本赛季已经有6场比赛助攻15家 超越张伯伦和齐克斯 独占76人队史第一 赛后 劳里福斯撇清责任 直言 雷霆带着正确的心态打球 我们却没有 我们防守很糟糕 没有盯防对手 我试图告诉球员 对手很努力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参与竞争 你就会输给他们 两次对手打出高潮 都不叫暂停 降低哈登球权终结率 留给劳里福斯的时间不多了 雄露102-108热火 今天这场比赛 自母哥左膝酸痛 伤病附和管理 阿伦又脚踝扭伤 此外 包括米德尔顿 英格尔斯 一巴卡都不打 第一节开局两队势均力敌 但后半段热火 突然陷入得分荒 雄露替补 逐渐拉开分叉 打到第二节 雄露一度取得15分领先优势 不过热火在巴特勒的带领下 很快抹平分叉 第三节热火多点发力 阿德巴约和文森特内图外头 第四节热火将分叉扩大到两位数后 雄露就已经无力反破 首发除了霍勒迪之外 表现都不好 数据 雄露这边 霍勒迪24分6篮板 11助攻 卡特18分4篮板 沃拉16分 热火这边 巴特勒17分11篮板 阿德巴约24分12篮板 文森特28分6助攻 篮网98-109 卡尔特人 杜兰特受伤至少缺席一个月时间 卡尔特人的杰伦布朗 也遭遇内收机拉伤 至少休战一至二周时间 整个上半场 在西蒙斯十次助攻串联带动下 篮网紧咬笔份 第三节两队依旧难解难分 第四节出段 布罗格顿带队打出小高潮后 篮网有些顶不住了 关键时刻没有人站出来得分 而塔图姆和怀特则轻轻松松杀死比赛悬念 篮网面对卡尔特人 已经连续9场不胜 欧文面对卡尔特人的夹击和对抗防守 确实有些吃力 找不到出球点分担压力 篮网这边 欧文24分6助攻 西蒙斯0分9篮板 13助攻 乔哈什8分 沃伦20分 卡尔特人这边 塔图姆20分11篮板5助攻 斯马特16分6篮板10助攻 布罗格顿16分 怀特15分7篮板 格威12分5篮板 赛后 篮网主帅沃恩发火 我不喜欢我们今天的投篮选择 当杜兰特不在时 我们没必要投那么多中距离 我们没有去投三分球 而西蒙斯也颇为自责 我需要更自信 更积极 可能我的传球次数太多了 我需要自己得分才行 这几场比赛结束后 骑士比赛还在进行中 但东部前五名整体局势更明朗 凯尔特人31胜12负 已经甩开身后的球队 篮网27胜14负 雄鹿27胜15负 76人25胜16负 彼此差距都不大 接下来76人要开启 西部客场之旅 按照76人本赛季 8胜9负的客场战绩 很有可能率先掉队 至于篮网 还要看欧文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订阅